歡迎收看今天的高價值早上 我是大威哥 我的目的就是打造出一個最聰明 最有魅力的你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就是 這個秘密呢 女生不會讓你知道 最近在 Clubhouse 我聽到一個故事 就男生在解釋說 女生對她的IOWI非常非常的高 興趣指標非常的高 但男生都不理這個女生 他說大學全班的男生呢 都在追這個女的 當然他那時候沒有興趣 那女生看到這樣子的現象之後呢 他就開始不停的去引起這個男生的注意 坐在他旁邊啊 用一些身體方面的觸碰啊 然後來去勾引他 那男生其實就這樣子嘛 沒辦法 這女的肯定長得很正 那當很正的女生 開始有點勾引我們的時候 一直用身體觸碰啊 運用身材啊 運用很甜蜜的言語啊 他到最後就一定會上勾 所以因此男生開始上勾了之後 他開始對這個女生很有興趣 不停地做搖曰的動作 最後發生什麼事情呢 女生把這個男的甩開 之後呢 這個女的跟別的男的在一起 因此我們這一集 我們就要來分析這個故事 那在還沒有開始之前呢 各位先幫我按個讚 這個讚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現代的YouTube的演算法 非常非常的難搞 這個讚呢 會告訴YouTube 這支高價值早餐的影片 是一支優質的影片 他會推廣給更多需要的男人 然後相信我 這一集很多男人需要 所以謝謝各位了 好我們回到主題 不外乎本集的重點就是這個 就是女生很愛得到男生的關注 所以因此呢 女生會用各種的方式 來去得到你的關注 第一個呢 就是用自己好的身材 來去勾起你的想像 這無論是 透過身體方面的觸碰啊 例如跟你一起走路的時候 然後勾你一下 這超靠北對不對 到後面的時候再跟你講說 我們只是朋友啊 真的是這樣子 這個是完完全全沒有任何曖昧的關係 單純的 純友誼會做的事情 是不是 這就是為什麼 不停的跟你講說 你沒有辦法全然去相信 女生跟你講的話 因為女人太會玩這些情場的遊戲了 除此之外呢 基本的IG的照片 用各種裸露的照片 來去喚起你的想像 最近 我在IG上面看到一個 女的創業家 她身材真的是不錯 可是你是創業家 只要保持一點點形象 我不知道她是想刷一下存在感 還是怎樣 可是 她就突然上傳了一支影片 就是她在抖音上面上傳的影片 同時呢 她在IG也上傳 然後這支影片呢 沒什麼內容 基本上就是 她穿得很露 然後在前面在那邊扭來扭去 我現在看到類似這樣子的影片呢 基本上 我是不是覺得很煩 很煩 很煩的原因其實在這邊 你今天其實是一個女的創業家 你既然還是女的創業家的話 你其實不需要運用這樣的方式 得到男生的關注 可是 她沒有辦法 她只能用這樣的方式去得到你的關注 你理解嗎 有史以來 女生都是運用這樣的模式 去得到男生的關注 所以即使是現代 其實也是如此 當你太容易上鉤的時候呢 就是女生跑的那時候 所以你在IG上面會看到各種不同 圖文不符的照片嘛 就 穿得很露 然後奶很大 然後下面 撲個文青的文章 人生當中 絕對不要放棄 絕對不要放棄希望 到底跟你的圖有什麼關係 到底跟你的圖有什麼關係 Holy shit 不外乎 她就是在跟你講說 趕快看我嘛 趕快看我 哇 我在這邊趕快看我 趕快看我 然後她在跟男生講說 我其實不喜歡得到男生的關注啦 我覺得就是 大家都不要看我 我覺得 我就是一個宅女 Really 我之前我在Clubhouse上面 有一個女生說 哦 宅女是一個配對房 好 我們去看一下她的IG 第一張照片 你不用往下滑 第一張照片 就是 她去泡溫泉 然後 已經快完完全露出來了 基本上你就是什麼都可以看到了 要不要去檢舉一下 Fuck IG可以放這樣照片嗎 WTF 這到底是怎樣 然後重點是 我們這些男生盲目的還不停地去幫他按讚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你每一次按讚的時候 你的自信都下滑一點點 你知道嗎 你每次幫他按讚的時候 你的信仰都下滑一點點 你每次按讚的時候 你的能量 都會改變你理解嗎 你等於是 再去 附和 他的需求 他的需求是什麼 就是 我想要得到關注 我想要得到關注 我想得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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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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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的身材有多好 你看我有多會扭 你看我的屁股有多翹 你看我多漂亮 Oh my god 你看我的指甲 沒有人在乎你的指甲 沒有人在乎你的指甲 What are you doing 同時呢 女生會運用 男生喜歡競爭的心態 來去當成一個談判的籌碼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一次 他會與很多的男生保持關係 除此之外呢 他會用另外一個男生 當成談判的籌碼 以剛剛的故事來說 不就是這樣子嗎 我們這位故事的男主角 其實他就是一個談判的籌碼 當這個女生 去接近這個男生的時候 男生 開始對女生有興趣 就會去引起 另外一個男生競爭的心態 喔 那 我也想要得到 我也想要得到 你知道 在古時候 男人 為了女人 他們是可以開戰的嗎 兩個國家 才可以打起來 就為了一個女人 就為了一個女人 因為他身材很好 不想要跟他打炮 所以 所以 就只是為了這件事情而已 好幾萬人 死無所謂 如果我可以跟他打炮就好了 就是 男生的頭腦真的是 是很單純 你知道嗎 所以 你要理解 女生很會運用 正在比較 性財競爭的心態 然後讓男生整個 變得很狂 然後這就是 你太關注女生會帶來的後果 當你太 輕易 關注女生的時候呢 你給女生 很多的興趣的指標之後 基本上 女生就直接跑了 他只是把你當成一個 談判的籌碼 他只是把你當成工具人而已 這 就是清場的規則 啊當然 女生說 我不會這樣 我不是這樣的人 對 女生當然會這樣子跟你講 他當然會跟你說 我不是這樣子的人 誰會去承認這樣子的事實呢 這就是為什麼你沒有辦法去聽女生的建議的原因 因為當你聽了之後 你後面肯定就是爆的 所以在這邊呢 我給各位 五種不同 不釋出太多好感的方式 首先 第一個 就是邀約 以及簡訊不要太頻繁 你的邀約 兩個禮拜 約一次就好了 我知道 你想要每天都看到他 可是你每一天邀約 你試試看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當然 你不能完全不邀約 有些男生在那邊聊聊聊聊聊 然後完全不邀約 然後訊息那邊每天傳傳來傳去 最近有一個案例就是 我的學員的朋友 他就在那邊跟 女生在那邊傳來傳去傳來傳去 喔熱度好高喔 好棒喔 然後最後呢 邀約還不是邀約不出來 因為你失去神秘感了 你每天都在那邊傳簡訊 創作是什麼樣的形象 創作就是一個 你很閒嘛 你沒有事業嘛 整天我都在想著你嘛 所以我一直要跟你在那邊傳來傳去嘛 因為完全沒有內容啊 你幹嘛每天跟他傳訊息 傳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趕快邀約了 兩個禮拜邀約一次就好 不用每一天邀約 也不用每一個禮拜邀約 如果你們曖昧到某一個程度 他對你的興趣指標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自己會暗示你說 我想要每天看到你 之前其實就是這樣子嘛 我約會第一次的結束以後 我沒有傳訊息給他 三天之後他就說 欸你在幹嘛 欸我在你餐廳樓下了 這表示什麼 他對你有興趣嗎 不要他媽需求感那麼重 OK 訊息不要每天傳 不需要 可是可是你要教我 你要教我 這樣子才可以 那個溫度才可以 呵呵呵 What are you doing 你訊息傳太多的話 你神秘感就直接消失了嘛 沒有必要一直在那邊 傳來傳去傳來傳去 都不知道到底要幹嘛 到底在做什麼 喔他在醫院 我要關心一下說 他在哪一個醫院 Who the fuck cares 他在哪一個醫院根本就不是重點 你其實自己也沒有很在乎 他在哪一個醫院吧 你比較在乎 你可以在哪一個床上跟他打炮吧 我要約哪一個Motel What are you doing Seriously 我真心覺得就是 一直在那邊傳訊息 是沒有任何的用意的 Alright 第二個 開放的態度 主動跟他說 我們先從朋友開始 當你剛開始企圖心 非常非常的重的時候 基本上呢 你在告訴女生就是 我想要立刻把你當情人 最好的模式是什麼 就是運用肢體方面的接觸 還有相處的模式 來去告訴他說 我跟你是情人 而不是用口頭方面直接講出來 所以就是為什麼你告白 會失敗的原因 因為你馬上告訴對方說 我對你的好感已經到極端了 所以我想要趕快跟你交往 可是你在釋放好感的話 你是要慢慢的釋放的 所以當你主動跟對方說 所有的女生 我都是先從朋友開始的時候 基本上你是在畫一條線 你是在設定這個遊戲規則 讓女生知道說 不是所有的女生 都可以當我的曖昧對象的 你要到某一個程度才可以了 然後也不是每一個曖昧對象 都可以當我的女朋友 你要到某一個程度 才有辦法當我的女朋友 我在設定這個遊戲規則 我在設定這個門檻 而不是女生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會發現說 我們先從朋友開始 這句話女生常常用 我們就是朋友啊 沒有 那我們就是朋友啊 我們就是朋友啊 然後他跟你的舉動 他媽超曖昧對不對 然後他一直 引起你的想像 以後 後面 你一告白 他跟你想什麼 我以為我們真是朋友 哇 哇 可是他的肢體 還有你們的相處模式 一直來都不是這樣子嘛 所以這一招呢 基本上是從女生那邊偷過來 你拿過來以後 然後直接砸在他的頭上 就是運用這樣子的模式運作嘛 他竟然都會在你身上用這一招 那你也 用一模一樣的方式對待他就好 一切我們都從朋友開始 可是肢體是誠實的 所以 你在相處模式方面的話 還是要不停的進攻 可是我們在言語方面的話 我們不透露我們對他的好感 第三種方式就是 不要太多的稱讚 不要太過火的稱讚對方 什麼你好美 我們好適合 你好棒 你好有愛心 就是OMG 你的稱讚 中立一點點 OK 中立一點點方向的稱讚 並且注意他的小細節就好 例如 我覺得這個洋裝滿適合你的 我覺得這個髮型滿適合你 我覺得這個髮色滿適合你 我覺得這個飾品 帶在你身上好好看 稱讚必須要符合某個條件 所以因此你去稱讚他 這概念是什麼呢 你看這個 我覺得這個洋裝滿適合你的 是因為他穿上了這個洋裝以後 所以他因此變得很美 我覺得這個髮型還滿適合你的 他會臉紅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稱讚不會太過火 是因為他選擇這個髮型了之後 你覺得他很有品味 所以因此你稱讚他 不是他本質方面很美 所以因此你就說 哇你好漂亮喔 你很美喔 我們好適合 就是這些都太多 而且很虛 運用這種稱讚方式 基本上會讓女生覺得 非常非常的反感 我們在我們APP 線上教練的課程裡面 我們有一集 我們特別是在教男生 如何去稱讚女生 除此之外我們會教男生 如何運用乾脆的語氣 讓女生可以去 接受這樣子的稱讚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 genuinex.app 這個網址呢 然後去升起帳號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課程 可以去幫助你 提升你的權威感 讓你在說話的時候 充滿著霸氣的感覺 讓女生真正喜歡上你 第四種方式就是 選擇權是重點 這件事情我已經講很多次了 不是吃太多好感的方式 就是讓女生知道說 其實我有簽別的欠 剛開始 你一定會覺得 非常非常的不習慣 特別是如果你是 清場新手的話 你怕說女生會覺得你很花 可是概念其實是一樣的 女生是喜歡競爭的 男生也喜歡競爭 大家在清場 其實都喜歡競爭 這概念非常非常的簡單 一間店如果沒有排隊的話 你會覺得它不好吃 即使你長得再醜 有兩三個女生在你周圍的話 你會突然變得很帥 我只能這樣子講 女生看到的時候 他一定會去思考說 嗯 社交認證已經做好了 這個男的 一定是有某個特質 所以因此他有辦法去吸引到女生 所以 讓你自己提升到某一個程度 打開你的選擇權的之後 你自然而然需求感不會那麼重 你每次釋出好感的那個量 自然而然會減少 因為你知道你自己有很多的選擇 第五個就是IG不要一直不停幫他按讚 這是我常常看到男生會犯的錯 女生偷了某一個照片 貼了某一個文章 你知道我之前有一個基本的原則是 我完全不幫我的曖昧對象按讚的 完全不按讚 這個概念非常簡單 因為我要跟那些其他的工具人 要有一些差別 那些工具人基本上就是盲目的不停的按讚 不停在留言 我不需要 我跟你們不一樣 不要再盲目再去追蹤這些女生 即使他是你的曖昧對象 收回那個關注 不要讓女生知道 你隨時隨刻都在關注他的IG 這就是你慢慢釋出好感的方式 我不會一次全部都釋出 有些人 他一次曖昧對象的時候 你之前也是這樣子 這狂在那邊幫人家按讚 我媽全部刷一遍 幹你娘 你不會把女生嚇跑才快 他是你的曖昧對象 你不需要這樣 真的 偶爾傳一下簡訊 然後把他約出來 你的進攻模式應該是約出來以後 然後再做 盲目的在那邊給關注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進攻方式 你這樣在告訴對方說 我隨時隨刻我再發你的IG 什麼時候會破文 什麼時候會破文 啊有了 暗戰 趕快 你是覺得怎樣 第一個暗戰 沒有 early bird gets the warm 對不對 蛇鳥有蟲子啊 so 就是這五個 第一個原則是什麼 邀約簡訊 不要太平凡 第二個 開放的態度 主動先說 我們先從朋友開始 第三個 不要太多的稱讚 稱讚方面呢 必須要符合某個條件 第四個呢 選擇權 也是一個重點 第五個呢 IG不要一直幫他按讚 好 我們這集我們就到這邊 希望各位有學到 如果你今天有學到的話 請你幫我在以下留言今日 你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件事就好 這會幫助你 內化今月的高價值早餐